金曲奖新科歌王肖静腾近日爆出自己被女歌迷骚扰一度想要报警 早前老肖经纪人Summer也透露拥有一定财力的Yoke 为接近偶像不惜砸重金买下房屋与老肖为林 更在深夜煲汤狂暗门铃 其实这位女粉丝偷拍闯入社区等行为已达半年之久 不然老肖也绝不会如此气愤 据28日女粉丝Yoke出面澄清事实 据Yoke律师出现了相关证明 并表示Yoke自去年10月就赞助肖静腾的演艺活动 因此也算彼此相识 也有传闻称当初Yoke以出资人的身份邀请老肖吃饭 而老肖本人拒绝了邀请 因此双方发生了不快 我朋友来到喜倦跟Summer 大家聊那部节目的时候 大家吃饭 有说过 之外Yoke还表示自己并未有长达半年时间骚扰肖静腾 而那次送汤事件也只是因得知老肖打球受伤 所以才会送汤表示慰问 很迷奈 还有就是我是很意识音乐的 我自己很喜欢音乐的 那我真的很希望 看到这里小编不禁感叹如今 这次热情多惊的女粉丝真真是难得呀 话说小编也是懂一点点音乐的 欢迎随时骚扰